据了解中国救援队抵达土耳其之后 第一时间赶到了受灾严重的哈塔一省安塔基亚市投入救援 同土耳其的救援队通力合作 已经于当地时间2月9日凌晨成功地救出一名被困的孕妇 昨天晚上香港特区政府也派遣了一支约59人的搜救队伍 前往土耳其地震灾区协助搜救工作 今天上午中国红十字会向叙利亚地震灾区提供的首批5000人份的医疗物资已经从北京起运 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援人员也一同前往 除了已经公布的县惠和物资援助之外 中方也在加快落实对叙利亚的粮食援助项目 其中220吨小麦正在运抵的途中 余下的3000余吨大米和小麦将于近期分两批发运 地震发生之后 海外同胞的安危时刻牵动着我们的心 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立即启动了应急机制 中国驻土耳其叙利亚两国的大使馆迅速向当地政府了解何时情况 与当地的侨团中资机构和留学生保持密切联系 及时为遇到困难的同胞提供协助 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24小时高速运转 全力做好中国公民救助电话的接听工作 截至目前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 有三名中国公民获救状况良好 尚未接到其他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 我们将继续密切跟踪地震灾情 向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和机构积极提供领事保护和协助 下一步中国政府也将根据灾情的发展和实际需要 继续向土耳其叙利亚灾区提供救助安置和重建方面的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